高雄市長補選將在八月投票 民眾黨徵召親民黨高雄市五連霸市議員 吳玉鎮參選 這次藍綠白 撒嘎突對決 民眾黨來勢洶洶 最近不斷的佈局 南臺灣甚至被說坐三望二 可能會吞掉國民黨 吸收知識欄的選票 柯文哲聽到直言 選舉當然一定要選第一名 但變成第一名之前 一定要當第二名 再重第一名 用市場來帶動產業端的升級 跑完市政行程 接著轉換身份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到屏東坎鼎鄉地自家候選人站台 對白色力量依舊信心滿滿 這是我們有成功的經驗 所以也可以聽聽大家的意見 從屏東坎鼎鄉到高雄市長補選 民眾黨都推人競爭 柯文哲的話也說得很酸 為什麼會有今天高雄這個補選 坦白講一個是上一次被淘汰的 一個就是被罷免的 過去那些也受過了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透過這一次補選的機會 真正來反映出高雄市民想要求變的心情 民眾黨佈局南台灣 尤其徵召了親民黨籍議員 吳翼鄭選高雄市長 這些動作可讓國民黨不敢大意 就怕白局合作吃掉了藍營支持者 三個候選人當中我相當有自信 吳翼鄭是最好的 選舉大概是在選第一名 不過要變成第一名之前一定要先當到第二名 第一名在衝第一名 民進黨這一次是算是基礎比較雄厚 畢竟民進黨在高雄執政這麼久 展現坐三望二搶遞了野心 加上補選投票率可能會偏低 民眾黨研判誰都沒有十足把握 更重要的是可問哲心 在南部增加兵力人馬 讓人聯想 2022和2024選舉有關 否認堅止總統大選佈局 柯文哲整合力量插旗南部 高雄市長補選成了柯主席 最佳士金石 記者綜合報導